今年5月初 编剧史航的名字响彻互联网 亲脖子 甜耳朵 坠饮肥白的你 迅速穿升为当代油腻典礼 据悉 这位著名编剧十余年没有作品 唯一代表作是内部国剧经典 铁石铜牙纪小兰 续组的第六编剧 不过这位史业 虽无作品傍身 但嘴巴确实异常灵活 凭借左右风源 混成了圈内的大人物 乐此不疲借工作之名 行骚扰之时 翻车时刻 公关声明写的那叫一个异性传遂 饮得众姑娘怒从心头起 纷纷下场指控 网友戏称 屎编哪 您让您自己的舌头 承担了太多不应该承担的功能 而海岸这边 一记过期春药 也持续发掉了数月之久 杰尼喜多川 这位日本娱乐圈教父级的人物 背起旗下艺人 实名指控 性侵青少年 多达20次 长达30年 去世三年后 BBC纪录片《烈食者》 日本流行音乐的秘密丑闻上映 掀翻了这位大人物的棺材板 为其已完结的一生 闪上了几记崭新的耳光 一个少年爱好者 肮脏的恋童癖 众多声讨声中 在线网友的蜡品 杰尼桑为自己一手 缔造的偶像帝国鞠躬尽瘁 对其旗下的练习生掏心掏肺 当然 也有可能掏出了别的东西的器官 器官这个话题吧 太拙了 跟咱的频道一贯的调性不符 暂且暗下不表 今天 咱先聊点阳间话题 说说杰尼喜多川 这位影响了整个东亚神秘的男人 以及他一手创办 横跨半个世纪 垄断日本偶像行业的 杰尼斯帝国 提起杰尼斯 无论日本民众 还是海外追星组都绝不陌生 红遍亚洲的男子天团 阿拉西 曾指引东亚潮流 如今已年过半百 一人神眼的顶流 穆孙托斋 及其国民偶像团 SMAP 还有近期让少女上头的 穆黑脸 当然 也少不了年长女士们 耳熟能详的世纪渣男 近藤镇言 堪称东亚男团鼻祖的杰尼斯 凭借一己之力 为整个偶像行业定立的标准 打造SOP 半个世纪以来 影响了数以十亿计的 少男少女的审美 而这一切的一切 还要从多年前 加利福尼亚的那个夏天说起 上世纪五十年代 美国西海岸 这片热土曾吸引了 大批海外艺人 起来朝圣 我们的主角杰尼斯 美极日裔 二出头的小伙 英语难得的流利 常年混聚于洛杉矶 各大演出会场 而这位后世的日本娱乐教父 即将点亮他人生的 第一项天赋技能 包大腿 要问这抱大腿的诀窍是什么 无疑是先找到最粗 最大的那根 然后热情的 且鍥而不舍的抱上去 杰尼许多川选的这根大腿 叫美空云雀 当年美空云雀赴美演出 其恩师兼兼进人 穿田请酒见到杰尼 提脸道 小伙子 不错啊 以后跟结婚吧 杰尼谦逊的点点头说道 谢谢前辈提携 哦对了 不才 您现在遵用的场地 正是家父的产业 赵自面意思理解 杰尼老爸 都能往外出租娱乐场地了 高低 也得算半个鱼圈的人吧 那肯定 不是啊 杰尼老爸不在娱乐圈 还自打结空 做的是日本最古老的行业 和尚 一日本人 在美国 当和尚 主持的那种 除了日常佛事 还承包了一点 实在特色业务 比如 给富美的日本艺人 唱跳rap 提供表演场所 麻叫出世 麻叫入世 这赛博展开 科幻片都不敢这么写 收回杰尼 我有台 你有戏 合作双赢 商业模式这块 按理说已经拿捏了 可是爸爸的好儿子 野心远不止于此 杰尼想的是 美国的歌舞艺人 越来越多了 热歌近舞 火辣辣的 但这玩意儿 日本没有啊 我必须马不停蹄地 把它引进回老家 让家乡人民 也能感受到这份 火辣的热情 回到日本后 杰尼桑开始 愁愁满志 继而 一事无成 就在创业迷茫之际 小伙看着手中 仅剩的两张钞票 与万元钞票上的反贼 负责渔级大师对往后 小伙悟了 大师曾说 如果你不知道改啥 就去当翻译 咱当年 哥们发迹也是靠荷兰语诗迹 于是 杰尼立马在美国诸日大使馆 谋了一份翻译差役 创业蝙蝠业 捎带手 组了一支半球队 人称 JB队 别误会 跟那啥器官没有关系 全称是 Jones Boys Baseball Team的缩写 联想之后 杰尼斯的Jones 这老兄在取名上的词评 倒是意义贯之 慢说许多人的成功 得益于老天爷赏饭吃 换到杰尼这儿比较不一样 他属于老天爷追着喂饭吃 一个普通的下雨天 杰尼教练带着球员们 在球场里挥雨如汗 两个街区外 歌舞电影戏曲故事 正在火热上映 杰尼心说 今日无事 勾拦听去 小伙子们 看片去呗 面前四个小伙点头 为老板马首是瞻 归来后 杰尼看着四个小伙 宰歌宰舞的欢乐模样一琢磨 歌舞 青春 荷尔蒙 自古文体不分家 这事儿咱也能做呀 就这么定了 我宣布 从明天起 你们还练个啥球啊 改练舞 就这样 31岁的杰尼喜多川 把四个棒球上演 打造成了自己第一支偶像团队 取名 杰尼斯 结果一炮而红 而杰尼斯帝国 横跨东亚偶像行业半个师弟之久的序幕 也即将拉开 放眼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日本的传统艺能界斗些啥呢 排忧一击演歌 说是曲高和寡辣倒也不至于 但是天天这么整 谁还没点雅过敏呢 雅过敏 无药可治 只能把你往苏沃里带了 那杰尼斯这边又是啥画风呢 静歌热舞 华丽皮衣 双排扣 小哥们不但帅得毫无人性 某团甚至能用人均表演后空翻之类高难度杂技动作 配合小伙们的迷人嗓音 飞舞的热汉 这呼之欲出的荷尔蒙 俗 真他妈的俗 但架不住人民群众就是喜欢这套东西啊 看到这儿 你可能要问了 这不就是静歌热舞吗 当年娱乐圈这玩意也不新鲜呢 商业逻辑没变呢 咋别人一般般到你这儿就能通关了呢 答案 无外乎多了两个字 青春 青春 少年 荷尔蒙 大老爷们儿些许看不懂姑娘阿姨面对偶像时的尖叫昏厥 穿着婚纱应援看衍生会的激烈场面 但换了女团妹子满屏大长腿 也很难不知乎老婆 这事儿吧 放置中日韩皆准 任何时代都走效 往本质上说 还得是李安叔那句话 你正在见证5000年性压抑的结果 杰尼斯只不过是精准地摸中了时代的命门 另外 促使杰尼斯飞是崛起的还有一个天使 当时的日本经济 正坐上了昭和时代的快车 而电视机这玩意也悄悄走进了日本的千家万户 继粗带组和焦尼斯出道后 杰尼喜多川趁热打听 十年后 又先后推出了四叶 色柿子 少年队 光根基等一干组合 不论你流行音乐R&B 还是爵士摇滚舞台剧 我通通一网打进 其中 杰尼斯巅峰组合光根基 脚灯轮滑鞋 身穿短裤大跳肉 脱衣狂袖荷尔蒙的表演 被奉为世纪名场面 少年队 则成为了第一个走出日本 杀入海外市场的人气组合 被镜像模仿 光看海报 这熟悉感不言而喻了吧 其实连小口队的成名曲 青苹果乐园 都是翻仓子少年队的 What's your name 这时的日本娱乐业 趋于上升期 大众选秀节目 正捧出了一代 家喻户晓的招和歌机 同期 杰尼斯的艺人 连续七年 入住红白歌会 一发单曲 就豪把日本 Origo榜单 Top10 写真专辑 动辄卖脱销 艺人轮番出演偶像剧 定咖 问地位 再加上音乐综艺 刷个曝光度 这一套流程熟悉吧 你没有看错 后世打造少女时代 SM公司李秀曼先生 直言杰尼桑 使其精神交付 额外插一嘴 一度有人认为 SM这个公司 都是致敬偶像的 而如今 内地的综艺女王 杜华女士 这一套的造型流程 只能说是四成相识 说回杰尼 既然发现了 偶像业症 处于野蛮增长阶段 杰尼的逻辑就是一个字 快 只要帅哥推得快 还怕姑娘你不爱 一三五 邻家哥哥 萌男鲜肉 二四六 摇滚浪子 狼系男友 周日 再给你整活个 全体男神茶话会 怕什么众口难调啊 咱玩的 就是全方位狙击 没需求 给你创造需求 巅峰时 公司邮箱 一个月 能收到20万封粉丝情绪 就这废质量 都给我养活两个废品颤了 不过 像是偶像练习生 艺人封闭式管理 肖像权代理 这里后世影响深远的经典 杰尼斯某时的确立 却是起源于一位当代艺人的出走 《香玉美》 这个被称为 日本最后制二眉目的少年 因青春中带着一点妖艺 眼神深邃 不同于当时的众多直男硬货 先后出演了 《再见夏日之光》 《长强拳三》 《柏林之恋》的电影 东亚的阴柔美 一代始祖就此诞生 七十年代 它和西城秀树 野口五郎 组成了新玉三家 称霸歌坛 那时候能有多火呢 同台演出的山口百会 常被媒体拿来和他组CP 《香玉美》粉丝怒喷 すみません 天照大神积极入力令 CP粉退散 山口怎么配王子 邓丽君出访日本 更直言 《香玉美》就是自己的理想型 这个邀钱术呢 不但钱多 还带火了整个杰尼斯 使得偶像帝国基业出帝 然而令人唏嘘的是 《香玉美》最初只是习大爷 从银座某片场顺手捡来的 一开始只配四页半舞 从前辈的背景板 到当红杂子机 小伙子走红纯属意外 祖师奶奶说 出名要趁早 老杨则说 得到别乱搞 大红大子三年后 《香玉美》默不作声地 给老东家整了个大牛子 节约 闪电转头对手名下 背后的原因 据说是长期的薪资压榨 并且疑似入社早期 频繁走到喜大爷的器官扫扰 这不是老杨还和祖师奶奶 呼应上了吗 当年喜大爷闻讯血压飙升 直接冲到对家事务所 门口一水的西装 墨镜雨伞三件套 对了 这家公司名叫 Burning Production 背后的股东 成分比较单纯 也就是几个日本政党元老 山口组头目 那话怎么说的 不怕后台硬 就怕硬捧硬 文体不分家 习大爷 咱拉开练一练 《香玉美》的出走 让习大爷无能狂怒 重挫了杰尼斯 不过毕竟是顶级偶像公司 家大业大 最不缺的就是耗材 没多久 这家又磨了一把新刀 这把刀 深圳海内外 名扬四十年 百度百个认证 渣男代言人 近藤真言 闪亮登场 这位新宠 荣摘了杰尼斯首位欧榜 百万销养单曲 一出道 就狂揽各大音乐奖项 17项新人奖 公司上下都认为 这个美少年 借替香玉美 会成为公司的台柱 指日可待 不过台柱是台柱了 就是住的地方不太对 该军13岁入行 15岁 已交往五任女友 成名后 让顶着全球top10脸带的 钟森明菜 自带房产嫁妆 最后割腕名制 虐了香港女儿 梅姑一席婚纱 泪洒舞台 在盘旋这两位的同时 还勾搭了 昭和歌姬 松田圣子 老杨跟这位一比 都算是纯情识草了 而一手打造 这位杰尼斯长子的人 就是 震惊世界的 金平峰事件的幕后策划者 钟森明菜的噩梦 杰尼斯财政的实际掌控者 偶像界的叶卡杰丽娜大帝 杰尼喜多川的姐姐 玛丽喜多川 关于这位女帝 如何重振杰尼斯 这家内部 一路流传着这类段子 玛丽每天顶着烈日 骑着小电驴 辗转于各大电视台 只为给这家的艺人 谋求剧中一个小小的范围 什么叫做用心良苦 感动天地 但你要是以为女帝 是吊车尾 劳模人设 那可真是 小家却捉劳母气 瞎了眼了 女帝身为喜大爷的亲姐 一直掌控着公司的财政大权 其丈夫 虽然只是个普通的 银行职员兼作家 但跟平成天皇 占了那么点关系 不多 也就是小学到大学的同窗 光屁股 祸过泥的那种关系吧 后来滕岛写了本小说 作序的人 又恰好是日本文坛 有那么一点点影响力 名叫三岛游记服 加上早年女帝在新宿 开设过酒吧 在山口祖 有那么几分薄面 就这么一个文界正界 暗界都平堂的主 治理公司要是不跋扈 还不崩了他这人设吗 另一边 喜大爷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相遇美的出走 让他没能得偿如愿 接下来的日常 基本就沉迷于发掘 更多美少年上了 后面干脆连经营管理权 都放给玛丽了 自己统而不至 只管节目内容制作 稍带手 创下了2011-2012 两项杰尼斯世界纪录 世界上制作了最多演唱会 和最多冠军单曲的人 更要命的是 喜大爷一生 沉迷于男色未婚未遇 玛丽夫妇却有一个独女 藤岛景子 宠外有家 这一切 显然是为了之后 三家分这 埋下了无穷的货端 但是这家势里 开始真正剥轨云役的 是90年代泛岛三治 这个外臣的入区 心腹外臣泛岛三治 会给杰尼斯帝国带来什么 喜大爷如何在 女帝和心腹之间制衡 日本的国民田团Smip解散 恐将让日本经济 亏损636亿的遗云究竟因何而起 而随着杰尼喜多川 这位创始人 带着耻辱和荣耀离世 杰尼斯这时候影响了 东亚审美几十代的巨轮 究竟会使相何放 是巨轮沉没 还是续血辉煌 时代来去 潮起潮落 谁又能始终毅力朝头 请看下起 内于造型鼻祖 偶像血汗工厂 家族全臣内斗 杰尼斯帝国的下步 潮头难理